聯準會利率會議之後 台股利空不跌 底部就已經完全確認了 你還在悲觀嗎 很多股票已經全面起漲了 我們上週幫大家介紹的 保暖相關類股 是全面大漲大獲全勝 其中高利今天再跟漲停板 這幾天我們幫大家介紹的資安類股 滑金短線漲幅也是超過30% 你還在悲觀嗎 這樣很有可能會錯失這波 換股翻身的大好機會 昨天跟大家分享的網通族群 也是全面起漲 還有一個類股族群準備要起漲了 究竟是哪一個類股族群呢 千萬不要錯過今天的節目 投資握力放眼未來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 總金面 基本面 技術面 面面俱到的投資方式 掌握股價關鍵買賣點 歡迎加入我的相關媒體頻道 加入之後記得要按讚訂閱 加開啟小鈴鐺喔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航海王 昨天美國公布利率會議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台股真的沒什麼跌 這幾天都沒有什麼跌 就代表說利空測試之後 底部已經慢慢就是確認了 而且搭配今天全球股市都在漲 那也就是說全球股市都在漲的話 台股沒有自己向下跌的一個理由 那台股既然沒有向下跌的理由的話 向上漲的機率就比較高了 這幾天台股行情到底怎麼看呢 其實不管怎麼看 你會發現盤面上很多股票 都已經慢慢起漲了 那我給大家的一些重要的訊息 你看我們在10月25號 市場最悲觀 台股最低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那一天台股是漲什麼樣子 10月25號給大家看 10月25號是最低點的時候 有沒有 10月25號最低點的時候 我那時候跟大家講什麼 我說全球股市都在漲 台股不會自己的往下跌 你看連日韓指數都站穩月線了 台股怎麼會持續的往下跌跌不停 我們跟日本跟韓國 根本就是產業是很類似的 所以我跟大家講台股沒有1000個傷心的理由 只有堅強的理由 全球股市都在漲 請大家不偏不移持續的看多 那再來呢 我知道除了給大家方向之外 旁邊上有什麼類股比較重要的 我在隔一天我持續的跟大家講 你看10月26號我跟大家講什麼 我說其實你看短線上來講 因為台股不是一個大空頭 短線上至少是上看月線 你看今天是不是震盪準備要挑戰月線關卡了 完全命中完全預測正確 再來呢我們在10月28號就上個星期五的時候 就上個星期五 我知道大家最近都很悲觀 在上個星期五的時候 也許今天有很多散戶投資朋友們 信心慢慢回籠了 但是呢在上個星期五很悲觀的時候 有沒有台股再跌了137點 我說啊刀下流股啊 歐美股市還在創新高 中國香港重挫 跟台灣不會有太大的相關性啊 那你不要乘一石之塊 亂砍股票 如果你亂砍股票的話不要說太多 包含今天的長榮行都大漲了 你如果砍在最低點 你是不是長榮行又白白出在最低點了 或者是海運類股今天也慢慢漲起來了 比如說像今天的台華 台華今天漲停了 那你白白砍掉在最低點 我們看一下台華就好了 台華今天是漲停 台華投控對不對 今天漲停 你上個星期初怎麼出 現在看起來都出在最低點 你看我們給大家的重要訊息 如果你有看的話 我不要說我幫你賺多少錢 你至少你沒有砍在最低點 你都賺錢了 沒有錯吧 好在呢我們除了跟大家講說 不要亂砍股票之外 我們也給大家介紹什麼股票 我們跟大家介紹保暖相關類股 為什麼我們專門就介紹保暖相關類股 因為大盤電子類股 其實你會發現電子類股走勢比較弱 電子類股走勢比較弱的話 你要選什麼 非電子會比較有機會 所以我們幫大家選了保暖相關類股 巨陽高麗光榮遠東興 而且我當天上個星期五還跟大家講 我在五七的東升 這不是新聞也有跟大家分享 你看什麼時候 10月28號我當天的留言 我說晚上記得可以看一下 當天晚上你看一下 我介紹哪幾檔類股 巨陽遠東興光榮高麗 哪一檔 哪一檔沒有的 那這其中我在當天的節目 只介紹了三檔股票 哪三檔 巨陽光榮跟高麗 你看一下巨陽的部分 今天是不是漲幾% 巨陽都能漲7% 巨陽都漲7% 乘1耶 多少人看不起乘1 多少人覺得 啊 紡織老師沒救了啦 結果你看是不是漲7% 怎麼漲給你看 我們上個星期 如果你跟著我們一起買的話 你看著我們的訊息買的話 現在不是都賺7%以上了 對不對那時候200塊 我就說200塊月線有支撐 根本就是會上漲 再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另外的光榮的部分 光榮上個星期是漲的什麼樣子 光榮你看一下 哎 老師沒有漲啊 今天是星期五 4 3 2 1 5 也就是說上個星期五 我們是在這邊跟大家介紹的 這邊介紹的有沒有 然後呢 應該說這星期一呢 是不是在這一根 這一根讓你還有機會 接入慢慢不斷的向上墊高 這樣股票呢 因為還沒大漲 還沒大漲的話 就代表說短線上來講 隨時都有可能再創新高 這個高利的部分 這就厲害了 你看今天是不是一根漲停 5 4 3 2 1 來 我們在介紹的時候 有沒有跟你在講漲停 很多老師每天跟你介紹漲停板的股票 比如說雷虎 每天跟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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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雷虎買得到嗎 來 我們看一下雷虎的部分 好 雷虎買得到嗎 哎 每天漲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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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是買得到 跟你介紹是有什麼用 來 相對來講 我們上星期五跟大家介紹的時候 來 5 4 3 2 1 是不是在這邊 你是不是要怎麼買就怎麼買 隨便買都可以 要買多少就買多少 然後呢 這邊買完 慢慢丟丟丟丟丟丟 就一根漲停板 所以你看我們給大家訊息是多麼重要 我不是在亂槍打鳥 我們都是有所本的 我們是看清楚 因為現在啊 冬天慢慢來臨了 歐洲那邊慢慢要變冷了 歐洲今年沒有俄羅斯的天然氣 他們就要想其他辦法來保暖 那保暖最原始的方法不就是 穿多一點嗎 所以巨洋啊 是不是就有機會了 巨洋是做成衣的嘛 那光榮做什麼的 光榮做羽絨衣的啊 就羽絨原料的啊 不是有機會嗎 所以你看我給大家重要訊息 我既可以幫大家幹嘛 不要亂砍在最低點 還幫大家介紹 讓你可以翻身的股票 所以我們的訊息非常重要 還沒加入我們的投資朋友們 趕快加入吧 現在就打開你的手機相機 掃描這兩個QR Code 就可以分別加我的LINE 跟Youtube的頻道 如果你想用關鍵字的方式 搜尋的話 請打小鼠GD1788 小鼠GD1788 就可以加我們的LINE 另外我們的Youtube頻道呢 你掃描這QR Code之後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官方主頁 看到之後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 並開啟小鈴鐺哦 如果你想要幫助更多其他朋友 記得要分享出去啊 這樣可以讓更多的朋友 不要砍在最低點 好那為什麼我們那麼精確呢 因為我們都堅持用什麼 五億的選股法 五億探長 五億探長不是雷諾 是我啊 為什麼呢 我跟大家講 五合一啦 五億是五合一的意思啊 我們融合什麼 總金面 基本面 技術面 產業面 消息面 用這些面向來幫大家 層層把關 挑選出最機優的好股票 那至於一開始呢 我們都會看大盤 那大盤在哪幾樣是最重要的 第一個 總金 第二個 政治面 第三個 美股 那最近來講很多的總金 政治面其實都已經慢慢發酵完畢了 發酵完畢的時候你看 升息 是不是有可能會提高升息 最終的利率 那這不就是利空嗎 利空你看一下台股有沒有大跌 重跌暴跌 沒有啊 沒有就代表說底部差不多已經確認了 那我們再看一下美股的部分 你看美股說真的也沒什麼跌 道瓊指數還在進線之上 這是我早上寫給大家畫給大家圖 我說KD指標向下就是一個修正而已 修正不代表說他要去狂跌 那現在只是暫時進入修正 那如果你要看籌碼面的話 賞戶我最近一直跟大家講 賞戶都在逃了 對不對 賞戶都跑光了 那你又說老是外資都在賣 問題就是外資賣啊 現在有一個地方投信一直在買 投信拼命買 外資賣投信買 所以很清楚 你現在要投資什麼股票 中小型類股才是你現階段 值得你留意的股票 那至於大盤的大方向呢 我們先看一下國際股市 你會發現啊 那上星期大家很悲觀 你會發現 現在呢陸股都漲起來了 陸股都漲起來有沒有看到 陸股尤其是恒生指數 恒生指數啊在這一根的時候 是大跌了6% 你看這幾天 丟丟丟丟丟丟丟又回到了 月線之上了 那月線之上就代表說 這一波的下跌完全被吃掉 如果你用周線圖來看 周線圖有沒有 一根紅棒吃掉一根黑棒 是不是轉強的訊號 至少就算他不是轉強 至少也是一個止跌回穩的訊號 所以暫時啊陸股不會持續破底 陸股不會持續破底的話 台股還會破底嗎 外資賣倉你怕什麼 很多人每天看外資買賣 你跟這外資買賣 賺過錢了嗎 會賺錢嗎 偶爾賺錢偶爾賠錢 那與其你看外資 你不如看著我們的節目 我幫大家精選出來什麼 又有基本面 又技術面轉強的股票 幫大家精選很多好股票 至於我們大盤的技術面的話 我認為啊台股啊 短線上來講 應該會在這邊持續的震盪 走高的機率會比較大 慢慢的震盪走高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要操作期貨的話 既然是震盪的格局坦白說 我認為高漲不上去可以做空 低跌不下去可以做多 就是來回操作的意思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的一個大盤啊台子期 台子期的部分 今天漲上去之後呢 你看什麼叫漲不上去 這一根漲不上去了 這一個漲不上去 這一個連三個漲不上去 我認為在這一個點位 是比較好進場做空的時機點 那你進場做空 你搭配技術線型的話 你看KD指標是不是到相對的高點 又連續三個點位漲不上去 漲不上去的話 就這邊是一個進場做空的時機 這邊做空之後 跌到這邊的低點 你發現這邊跌不下去了 我認為在這邊是比較好的出場時機 所以這邊做空這邊做 應該說不要說做空啦 不要說做多啦 這邊做空這邊就是要買回來 買回來之後你發現 他一路一路的向上墊高 其實這邊可能是另外一個進場的時機 做多啦 所以這邊做多就一路的向上 所以我們建議大家 其實你當衝不要用感覺 我比較建議 因為很多人就會看我們節目就覺得 我們如果做當衝隔日衝的話 可能都看得很短 一下進一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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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操作的方式是什麼 我覺得我可能是當衝隔的波段單 我通常來講10點以後才會進場 因為我要看清楚今天的局勢 到底是多還是空 或者是震盪 那雖然說有些時候也會看錯 但是看錯的時候 我們就要想盡辦法怎樣 把它彌補回來 就是第一個嘛 看錯方向我們就改做方向 然後盡量減少損失再放大獲利 最終我們每個月都還是會達成目標的 你看一下我們最近這兩次的操作 其實都已經兩勝了 昨天應該是前天跟昨天 那我們已經兩勝了 雖然說賺的不多 但是我們就會慢慢的獲利 因為最近大盤比較混沌一點 所以賺的點數可能沒有辦法這麼的多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最近來講如果你現在股票很多都套牢的 我認為你可以用一點點的資金 把它挪出來就好了 比如說你的股票價值 從500萬變成了200萬 那你這200萬之中 你不用多 你只要拿個40萬出來 跟著我們一起做388的創業方案 我們用38萬來想盡辦法 每個月來賺8萬 那當然如果說你資本越大的話 假設你有兩個38萬 我們就幫你什麼 每個月目標是16萬 如果你有三個38萬 我們每個月目標就是24萬 那我們前兩次呢 其實前兩個月都已經達標了 你看前一個月 就是11月 現在是11月 10月的部分 10月部分第一勝嘛 對不對50點 第二勝30點 第三勝10點 第四勝280點 第五勝290點 那我們有沒有輸過 有啊 要真實面對 來這邊呢第一輸輸了100 這邊輸啊 我記得那一次輸了150點 第二輸這一次輸了10點左右 好所以兩次加起來 我們合計起來還是賺了500點 500點的話 就是一個月10萬 我們還是達標了8萬 那也就是說 我幫大家規劃了一個 資產翻倍的三步舉 如果說呢 你有100萬的資金變成30萬 我是意思是減7成啊 如果你有1000萬減7成 就變成300萬 那你要怎樣才能重建你的信心呢 我們就是一步一步慢慢來 你把你的目標降低 不要想那麼多 不要想說每天都有三根漲停板 五根漲停板 一個月目標兩根漲停板就好了 不用那麼多 一個月兩根就好了 來一個月兩根就是賺20%的意思 來一個月賺20%這樣累積起來也很可怕 你看一下 30萬一個月賺20%就變36萬 36萬一個月再賺20%就變43萬 43萬再賺20%就變成53萬 所以我們第一步舉 就幫大家重建了信心 連續經過了9個月之後呢 我們最終目標就可以達到166萬 從30萬幫你變成166萬 資產就是翻倍翻倍再翻倍 那目前來講我們已經連續兩月達標 所以已經到達到哪裡了 到這個步這個步驟了 所以想要跟我們一起 就是操作這388資產翻倍三部舉的投資朋友 歡迎你可以打我們下面的電話 或旁邊的LINE來直接跟我們聯繫 來其實操作期貨沒有那麼難 你看一下我們期貨創業啊 其實我們只做台子期專價差啦 那你要做好的準備工作就是什麼 開好期貨戶存好保證金 按照我們的指令操作就好了 基於個股要怎麼操作啊 我們今天繼續幫大家追蹤一些 很值得大家留意的股票 至於是哪一些股票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投資握力放眼未來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總金面 基本面技術面面面俱到的投資方式 掌握股價關鍵買賣點 歡迎加入我的相關媒體頻道 加入之後記得要按讚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最近大家的方向一定要先 你要選個股的話 要先搞清楚現階段的方向 現階段的方向我們來做個比較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看大盤跟貴買指數的話 你就會很明顯的發現啊 加權股價指數到現在 還撐在月線附近震盪 但是貴買指數呢 早就已經突破月線之後 還持續的向上創高 也就是說呢 這代表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貴買指數代表中小型類股 加權股價指數代表大型股 中小型類股是強於大型股的 這跟剛剛我給大家看到大盤分析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外資持續的賣超 投信啊持續的買超 外資跟投信就呈現了 你丟我撿的狀況 那我們都知道 過去來講 投信買的股票都是什麼 中小型類股 所以這一波你要操作 你要賺得多 你一定要搶什麼 中小型類股 你看加權股價指數 還在月線震盪 貴買指數呢 早就已經突破月線 還持續的向上攀升 好所以這一波 第一個方向 你要選中小型類股 再來第二個方向呢 你要選什麼 不要選科技類股 為什麼大家可以看到 道琼指數在這一波 這樣子這一波 這樣這一波 上漲了14%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納斯達克指數 納斯達克指數到現在為止呢 他還準備要怎樣 跌破前低的一個味道 也就是說呢 道琼指數是走很強的 納斯達克指數是比較弱的 那納斯達克指數是代表什麼 代表科技類股 所以科技類股走勢是比較弱的 那如果科技類股走勢弱 道琼股指數還能繼續向上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非科技類股 代表傳產類股走勢會強於科技類股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大家發現啊 在升息的情況之下 過去啊 在聯準會QE的時候啊 那個科技類股都一直飆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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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向上漲 漲上去的結果是什麼 殖利率過低 以我們跟大家分享以蘋果為例啊 大家知道蘋果的殖利率有多少嗎 一定很多人猜不到 蘋果的殖利率只有0.6% 你沒有聽錯只有0.6% 0.6% 現在美國兩年期的公債殖利率已經高達多少了 4.7%啊 那你要去冒險買股票你不如乾脆買美國 公債不就好了嗎 你買美國公債沒有風險 又可以有穩定的獲利 所以比較理性的投資人現在都開始往來內 債券市場走 那往債券市場走 說科技類股啊 因為殖利率低啊 所以賣壓就會比較大 所以這一波我們可以看到 納斯達克指數走得這麼弱 我們當然選的股票盡量不要是科技類股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盤面上漲很強的是台華 台華做什麼了 是科技類股嗎 大家都知道台華的老闆是誰 全台灣最懂海的男人 演藝才也懂 一張不賣他奇蹟自來 對不對 今天說要那個庫藏股馬上跳空向上漲停 台華做什麼 運輸類股的 再來長榮 長榮今天是不是也漲了 對吧 長榮沒有破前提很多人很悲觀啊 我告訴大家該賣的都賣了 運價持續往下跌你可能會很悲觀 但是大家想看我最近一直跟大家分享的 面板類股 面板類股有重挫大跌嗎 面板類股好了嗎 面板報價回升了嗎 沒有一堆利空 對不對 群創友達都賠錢了 兩家公司虧損超過百億啊 那你說怎麼說 你說他有沒有跌 沒跌啊 那你就說長榮 後續再多的利空 下來你看都沒有跌 那後續呢應該反彈的機率比較高啦 那當然了 長榮好像明明就是一家好公司 現在大家都出國完了 那運輸的班次 客運的班次一直在提高 下個月跟下下個月 他的營收爆出來 我覺得就跟著向上了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都是非科技類股 那看到科技類股你看 鴻海可憐啊 有沒有 鄭州廠我根本就覺得被中國政府搞到了 鄭州廠為什麼搞那麼大 其他工 其他工廠就沒有染疫 就只有我們鴻海染疫 有沒有太過分了 對不對 但是啊我要跟大家講 在這樣利空之下 100塊如果沒有跌破 我認為還是可以接受的 那如果說未來如果跌破100塊的話 大家就要小心一點點 那另外再看到科技類股還有什麼 台積電嘛 台積電也是有點弱弱的 但是我現在不是要看衰台積電 我只跟大家講 台積電不會跌了 看起來就是不會跌 只是他走勢是比較弱 你看到很多強勢股啊 都已經拼命在漲了 就台積電我們的護國神山 基本面很棒 就被那些外資 可惡的外資一直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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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到往下跌 但是我跟大家講 我最近有跟大家講過一個指標 叫做MACD指標 MACD指標 現在已經偏離零軸 偏離零軸 偏離零軸 他就算後續 我不是說他後續一定會往下跌 就算他後續要往下跌 他這個 MACD至少也會修正到零軸附近 他才會繼續的往下 所以大家不要太悲觀 這一波呢 反彈起來 再換股操作 給他賺回來就好了 好再來呢 我們可以看到歐洲那邊 我上個星期跟大家講的什麼 保暖相關類股 我為什麼會想到這一塊 因為你看一下 我剛剛已經跟大家分析的很清楚了 我說啊 現在要選小不要選大 不要科技類股 也就是說你現在的方向就是 不要科技類股的中小型類股 那有什麼題材 冬天就快到了 台灣都越來越冷了 我現在都要穿外套了 對不對 好那既然冬天月 都已經慢慢要 就要來臨了 那其實大家穿的衣服 就會越來越多 大家穿的衣服 越來越多的話 那相關的保暖的類股啊 就值得大家留意的 比如說像巨洋做什麼 陳衣大家都知道 遠東興化先綁枝石化的 大家也知道嘛 光榮 我之前跟大家講過了 說羽絨請巨的 高麗的話 板式熱交換器啊 這巨洋類股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幾檔類股到今天為止啊 表現都非常強勢 我們先看他的巨洋的部分 來巨洋今天是不是一根大漲 漲7% 你看我們節目介紹股票啊 真的都太強了 雖然說前一陣子啊 股市比較差的時候 可能我就很少跟你講股票 我都跟你在解大盤 因為我知道你現在需要的 不是股票 你需要的知道的是 你現在時候 我讓股票到底要不要出啊 我是不是都跟你講不要出 那現在反彈無力了 趕快換一些強勢的類股 賺回來吧 巨洋上個禮拜跟大家介紹 今天一根7% 7% 你有沒有想過巨洋都可以漲7% 來光榮 光榮呢這禮拜好弱弱的 我們上星期是在這邊跟大家介紹的 介紹完之後 他是緩步持續的不斷的向上墊高 下禮拜還蠻有機會持續向上的 羽絨原料加工廠商 那你不要說你不認識他 他有很多客戶包含什麼 哥倫比亞Nike總該聽過了吧 哥倫比亞Nike三頂鳥滑雪衣都是他做的 9月營收年增89% 對不對 來大盤突破月線了嗎 沒有他是不是突破月線跟季線 站穩月線跟季線之上了 高利的部分啊大家說 老師 就是熱的板式熱交換器啊 跟保暖到底有什麼相關 我告訴大家 現在啊 熱拱式的加溫器啊 要取代天然氣的鍋爐了 那熱拱式的加溫器裡頭就需要這個 板式的熱交換器 所以呢他需求就很大 需求很大 帶動他訂單 早就已經看到六個月以上了啦 一直搶搶到爆了啦 那我們從MACD來看 MACD你看是不是回到一個多空分界線 從高檔回到多空分界線 跌不下去他就向上了 對不對 跌不下去他就向上 向上之後呢 你看今天一根漲上去 漲停 我認為啊 未來幾天啊 如果說他能修正正當一下 也許又是另外一個進場的好機會 那遠東興比較弱一點點 其實你會發現我那一天 在這不是新聞的節目 為什麼沒有介紹遠東興 因為遠東興的部分 是大股還是小股 大股喔 他比較大一點點 相較於光榮跟高利 他是比較大型的股票 那既然是比較大型的股票 當然比較賣賣賣賣 尤其是台股量能不足的情況之下 所以呢 這個階段當然就是盡量選小的股票 那至於我們持續幫大家介紹 現在很多人在跟你講 精銳精銳精銳 其實我們講了很久了 我們看一下精銳啊 今天啊 345是精銳 今天也是再創新高 對不對 今天再創新高 但是呢短線上來講呢 這麼強勢的股票 難道你還要進場去追高嗎 你追高賺美2% 又回跌怎麼辦 所以精銳如果你手上有 我建議你續爆 只要沒有跌破前滴 還有機會向上漲 但是如果說你手上沒有精銳 你現在要進場追 我認為風險太大 與其去做精銳 你不如去買其他 因為操作股票 你一定要看什麼 選股的時機 你選對時機你就會先賺一半 漲潮的時候你要出場 退潮的時候你要進場 那精銳現在向上漲 是漲潮還是退潮 漲到脖子了 漲到脖子你還要去追 他什麼時候到頭頂 你怎麼知道 所以你要去找正在退潮的股票 那當然選股的部分啊 一定要堅持我跟大家講的 五億選股法 五合一的選股法 總金面 基本面 技術面 產業面 樣樣不能偏廢 選股的部分啊 最重要的還是在產業面的部分 那這一波呢你看 強勢短打班 如果你想要短打你要找誰 找誰 你不找我要找誰 你看一下我們已經跟大家分享了 保暖相關類股 全面都漲了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講 你看一下我們節目介紹股票 幾乎全部都噴出 全部都噴出了 那你不找我 難道你要找誰 很多股 很多老師現在都跟你 要嘛就是很悲觀 要嘛就不敢跟你講股票 到現在敢跟你講股票 有哪幾個老師 對不對 你看我們華金三根漲停板 金銳兩根漲停板 我會幫你精選出 優質的基優股 基優股就是轉強的股票 把你的基本面 技術面 消息面幫你面面俱到 一次看清楚 再來呢 三五天不漲我們就出場 不管他後續漲還是跌 因為現在我知道大家都很沒信心 三天五天不漲啊 沒關係我們換下一檔 三天五天不漲 我們就換下一檔避免風險 因為有的時候 現在盤勢會比較震盪一點點 我們不需要冒太多的風險 而且我們保證不過度追高 什麼叫做過度追高 剛剛去買金銳就是過度追高 你現在還要跟我買華金 就是過度追高 好那再來呢 選股的方向我跟大家講過 你看 我跟大家講很多類股 我們都是有邏輯有思考的 大家看一下 有搭到今天為止啊 還是沒什麼跌 我剛剛就跟大家講過 你看2009有搭 有搭到今天有跌嗎 一堆利空有跌嗎 沒跌就是利空不跌 所以這一波呢 大家去找利空不跌的股票 那利空不跌的股票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工具機類股也是一樣 無薪價的無薪價啦 對不對 要財源的財源啦 那你看股價有沒有跌 那我幫大家介紹過的 工具機相關類股 是不是包含 雅德克上銀龍澤科 有沒有看到 雅德克上銀龍澤科 雅德克有沒有持續向上漲 漲不停 我們介紹的時候有沒有大漲 沒有啊 很多股票我們介紹的時候在低檔 我不是說我不要過度追高嗎 不要追高要買低的嗎 有沒有 龍澤科在講的時候 有沒有在高檔 有沒有高高在上 沒有 我們沒有給你高高在上的股票 我們叫大家不要過度追高 買這種低檔的股票 來 雅德克是不是 你看我們介紹的時候 這麼的低 一路的向上漲 漲幾趴你自己去數啦 上銀也是一樣 這麼低 持續向上漲 龍澤科 我昨天跟大家講過 其實我很喜歡龍澤科 龍澤科啊 就是量太少 有點太可惜啊 沒有辦法 這邊如果說大家喜歡 我們介紹的時候 是在這邊 你看這邊 就慢慢起漲 我告訴大家 漲完了嗎 還沒 另外啊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的蓋牌股 你看我們講的股票 全部都漲 全部都漲 哪一檔沒漲的 之前跟大家講的 記憶體概念股 有沒有 宇瞻 宇瞻 對不對 也是向上漲啊 我說我沒有想要買它 就是因為 有點太牛頓了一點點 所以我們放棄它 我說三天不漲 三天不大漲 就出一出了吧 那這邊的話 如果你手上還有的話 這幾天還有機會 會續創新高啦 宇瞻還是值得大家留的啦 那再來呢 我們操作的部分 中華英雄是哪一檔 你看我們那一天 10月27號跟大家講 我們進場這一檔 中華英雄 他叫做什麼 打開來 他叫什麼 華金 華金 搶不搶 你看從我們還沒大漲 又是一個還沒大漲 還沒起漲 不是在跟你漲停板 漲停板才跟你講的 有沒有 還沒起漲 買得到嗎 買得到 對不對 你看 11月1號 準備要向上 一度觸及漲停板 我們也後續跟大家講說 上線不用怕啦 持續看好 隔天呢 就一根漲停板 再隔天呢 再一根漲停板 今天呢 續創新高 稍微丟讀一下 非常合情合理 有沒有叫會員買進 有嘛 10月27號華金進場買進 全會員進場買進 在10月27號的時候 全會員華金20.7 那時候才20.7耶 現在多少了 你看一下 現在是26.4耶 26.4耶 這一波段都至少30%了 在10月31號 加碼單 少數菁英會員 菁英會員跟我們一起加碼 來 21.4 現在呢 現在是幾塊 21.4 加碼21.4 現在是26.4啊 加碼21.4 現在是26.4啊 有沒有看到 加碼單 21.4 菁英會員全部加碼 10月31號 加碼到現在 你看一下 是不是啊 我們買了幾天 三天之內 我們說我們進場之後 三五天是不是就要持續的再創新高 三五天之內 沒有持續再創新高 我們就出了啦 我們換下一個 反正我們買的都不是高的股票 你看一下 漲停 漲停 再漲停 三根漲停 繼續咬住 再創新高 但是在這邊呢 你還要進場追嗎 我不建議你進場去追啊 你再追啊 可能就已經到這邊了 那我們是可以等啊 因為我們是 不是買在最高點 再來呢 我們的 昨天跟大家講說 我覺得你還可以去留意哪一個族群呢 網通族群 我說網通族群 易通斬 趙進 九陽 遜州 對不對 有沒有全面上漲 哇 又是全面上漲 你閉著眼睛隨便買一檔 你現在都賺了 有沒有看到 你閉著眼睛隨便買都買一檔 你都賺了 就網通類股族群 對吧 沒有錯吧 完全命中 那至於我買哪一檔呢 不用猜了 想要跟我們一起操作哪一檔的啊 趕快透過下面的電話 或透過我們旁邊的LINE 再跟我們一起聯絡啊 至於 你一定會在這邊說 老師都漲起來了 還有沒有 沒有起漲 準備要起漲的類股族群 來 一樣 我們就是慢慢幫大家推敲一下 來現在旁邊上呢 你今天看到長遠科漲停 對不對 長遠科漲停 還有什麼 新勝利其實啊 也是漲停 新勝利跟長遠科漲停 你會想到什麼 有的時候投資要 聯想你知道嗎 聯想不是那個品牌 大陸電腦品牌聯想 你要去想像一下 到底要做什麼 新勝利跟長遠科 做什麼的 新勝利做電池 電池模組相關的 他主要是兩輪的啦 很多人說他是四輪的 其實他是兩輪的 他有做那個UPS 就是類似資料中心的UPS 不斷電的 那再來呢 這樣看起來就是電池相關嘛 也就是說電池相關的類股族群是 值得大家留意的 那除了電池相關類股的話呢 你會發現今天長遠科是做什麼的 電池正極材料 磷酸鐵離電池 那既然長遠科會漲的話 那大家另外可以注意到 立凱最近也是表現不錯 所以我覺得啊 這兩檔股票啊 我認為是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現在還在康普 你會發現康普就走勢那麼弱 來康普 康普走勢那麼弱 我知道他是名門正派 他有賺錢 立凱長遠科反而沒賺錢 那為什麼沒有賺錢的股票 漲得比有賺錢的還要來得強嗎 4721的美琪瑪也是一樣啊 有賺錢的公司為什麼走勢那麼弱 最主要是未來啊 那康普跟美琪瑪都是做三元電池的 那長遠科呢跟立凱的部分他是做 磷酸鐵離電池 他是未來的方向 因為現在很多國家啊 在做電池啊 都已經改做磷酸鐵離電池 第一個他便宜 他好用 他不會受到中國控制 所以這兩檔股票 也是值得大家留意的股票 至於我們到底操作哪一檔 真的不要猜了 趕快加入我們的投資團隊吧 可以透過下面的電話 或者你手上股票有任何的問題 也可以透過下面的電話 或者是透過旁邊的LINE 直接在LINE上面跟我們一起討論 跟我們一起詢問 讓我們知道 你手上的股票到底有什麼問題 我們要怎麼樣才能幫助你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下星期一見 拜拜 拜拜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